她從以前就是靠講人家八卦 以前在夜店的時候她也會跟李宗瑞一起喝酒幹嘛什麼 因為螢魔的事件發生了之後 這個女生呢 哇塞 馬上跳出來然後上節目講螢魔的壞話 叫做茶水表 就是所有的茶 都要用水去泡 沒錯 所以茶水表她就是可以在不同的人面前講不同的事情 在妳面前講我的壞話 在我面前講妳的壞話 然後她跟不同人都可以友好的相處 她就是會有很多的話題啊 就是怎麼樣她都可以聊啊 然後話題就是圍繞是非跟金錢啊 然後轉過身就是馬上就開始瘋狂放妳的案件啊 我跟你講 我就很明顯啊 我肩背擦得不夠深嗎 十年了妳覺得呢 那男生就說 欸好巧我們穿這樣 欸我們來拍一張 然後我們就拍了一張很像007的照片 然後好了 上傳之後呢 茶水表又看到了 她就立刻截圖那一張 就開始發送給她的朋友 你看 她就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了 然後那女生就開始妳知道 試飛驚 我不知道就從哪一天開始就一直覺得我在搶男朋友 她從以前就是靠講人家八卦 以前在夜店的時候她也會跟李宗瑞一起喝酒幹嘛什麼 但我是不認識李宗瑞 但是這個女生呢 是跟她還蠻熟的喔 她們會一起出去吃飯喝酒什麼 撐胸到力的 但是因為螢魔的事件發生了之後 這個女生呢 哇賽 那種小表子行為喔 老娘是見多了啦 畢竟我現在是結婚傷害的 走跳遇到多少 我本人最堵藍的一種就是 在我面前跟我說 男的真的不OK 男的怎樣怎樣 還好你現在跟他分手了 你知道他這樣不OK 後面自己跟那個男生出去玩打卡 有個沒個到處變超級Super好朋友 耶 出遊肯定見 這樣 很簡單啦 你就看誰氣噗噗發討拍文就他了嘛 最近的風風雨雨 我一定會暗然度過的 沒事 我加油 我堅強 我沒事喔 不是剛好有這個綠茶表的影片 是被有被take到啦 所以她是在建議大家說 少看點娛樂新聞 多看點其他的新聞 可是 可是娛樂圈就是娛樂新聞 你們不都那麼視線嗎 我在我的影片當中 我也講了 我講的是一個社會現象 這個綠茶表的新聞 其實我覺得很多啦 那至於就是說 誰要怎麼回應這個東西 是不是屬於他的自由嗎 今天要來講的是 茶表的分類 我跟你講 綠茶你說最近比較敏感嘛 綠茶其實是一個統稱的詞 但是綠茶其實是最一般的 還有更厲害的 我後來上網查我發現 茶表有大概12種分類 哇 就12星座的概念 沒錯 所以剛剛你選的紅茶 他也是一個紅茶表 那其實我人生中真的遇到的表紙真的不多 真的就只有兩位 只有兩位 就是10年一次那種黑山老妖有沒有 就老樹盤跟纏著你的那種 綠茶表呢 他屬於表紙界的基本盤 通常姿色中上 然後不是算那種美艷動人 但他最喜歡在男生面前半可憐 最喜歡說明明有化妝 然後說我素顏 對 然後日常活動喔 周圍就是 欸 這個男的我覺得不錯 怎樣怎樣 然後對外都是說 他是我乾哥啊 他是我乾弟啊 天哪 這個人 很熟悉喔 哈哈哈哈 一開始我們也是好姐妹自稱 但是後來你就會發現說 他為什麼在女生朋友面前 跟在男生朋友面前是 完全不一樣 判若兩人 他就說熊熊我跟你講 你會一直遇到不好的男生 就是因為你就是像 小白兔一樣 你太容易被捕抓了 而且你這樣男人會沒有興趣 是 他說像我呢 我就是在 不同的男生 我就有不同的面貌 對 就是會改變我不同的樣子 就是猶如一個那個什麼 八爪魚嗎 他連周圍的女生都這樣 譬如說 在你面前講說 喔 維如我真的覺得熊熊就是 很不OK 然後在我面前就講說 熊熊我真的覺得維如很不OK 這一直會走這樣 我知道啊 就是他會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之外呢 他還會把自己的事情 然後套用到 姐妹的身上 如果今天我們一起出去聚會 然後他看到這個男生 是他喜歡的菜 但如果這個男生 跟他的姐妹講話 就是 欸你要幹嘛 他有男朋友了 對 我知道 那再來一個紅擦表 他的化妝打扮會很誇張 就是比較辣 辣妹的那種 就是身材很好 感覺比較會玩 或者是對男生比較有一套 這樣子 很不 吝嗇的展現自己的身材 然後對外面就會講說 他只是打扮得比較開放 但是內心是很保守的 我跟你講 這種 我有遇到 真的假的 我那時候 他也剛約出來說 我的朋友 約了他的一個男生朋友 然後那男生朋友是剛回國的 然後他就出來之後呢 開始就把他的手機拿出來 然後開始給男生看他的FHN的照片 從頭到尾都一直勾在那個男生旁邊 然後就一直勾著 但是呢 他其實不想要閉下來 然後最後呢 很像是那個男生就是受不了 因為覺得那個女生就是你知道 鼓鼓鼎 一直糾纏不清 每天來按門鈴的那一種 然後男生就受不了 然後最後就是 就是 就是跟他斷開了 然後就說 哦 就是真的 我們不要在一起好了 好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 叫做茶水表 就是所有的茶 都要用水去泡 沒錯 所以茶水表 它就是可以在不同的人面前講不同的事情 在你面前講我的壞話 在我面前講你的壞話 然後他跟不同人 都可以友好的相處 他就是會有很多的話題啊 就是怎麼樣他都可以聊啊 然後話題就是圍繞是非跟金錢啊 沒錯 然後轉過身就是 馬上就開始瘋狂放你的案件啊 我跟你講 對 我就很明顯啊 我今天被擦得不夠深嗎 十年了你覺得呢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一定有預表的經驗 但是也有可能會有被 自己被誤會是表的經驗 那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就是明明不是這個意思 有一次是我香港朋友來台灣 對 然後他來台灣之後 我們就是二十幾個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聚餐 而且還在一個非常大的地方 就是海峽會 然後呢 我那一天就遇到了 茶水表的前男友 但是我們也沒有刻意約 但是大家都有共同朋友 所以我們就 欸 出來遇到了這樣 然後那天很巧的是 我穿了一件藍色的洋裝 哇 寶藍色 十年前的事情 對 然後那個男生呢 穿了一雙寶藍色的鞋子 就跟我的顏色非常的搭 那男生就說 欸 好巧 我們穿這樣 欸 我們來拍一張 然後我們就拍了一張 它很像007的照片 就是這樣子 手插一下 這樣拍一張 我知道我知道 當時那個很紅 很多人都會學 沒有什麼知情接觸什麼 對不對 當然也有大合照啊 二十幾個人拍照 幹嘛 但是你們兩個有一個個人的合照 但是就是很搭啊 然後好了 上傳之後呢 茶水表 又看到了 哇 又有話題可以講了 他就立刻截圖那一張 就開始發送給他的朋友 就是告訴他們說 你看 他就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了 那個前男友是你 本來就是你朋友嗎 本來就是我朋友 那一次也是因為我們香港朋友來 所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不是說私約 我們都沒有私約啊 然後我們就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那女生就開始 你知道 是非經 我不知道就是 從哪一天開始 就一直覺得 我在吵架男朋友 重點是 像那個男生啊 我的朋友也跟他在一起過 所以我的朋友等於是 其實才是真正的表姐 所以等於說 我跟這個男生出去的時候 表姐都沒有說什麼了 表妹在說什麼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是非常的是非 他從以前就是靠講 人家八卦 以前在夜店的時候 他也會跟李宗瑞 一起喝酒幹嘛什麼 但我是不認識李宗瑞 但是這個女生呢 是跟他還蠻熟的哦 他們會一起出去吃飯喝酒 什麼 趁兄道弟 但是因為 淫魔的事件發生了之後 這個女生呢 哇塞 馬上跳出來 然後上節目 講淫魔的壞話 像他就是很容易 就是跟任何的女生 像姐妹什麼 然後那時候他對我 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就因為像我的個性 就是比較慢熱那一種 但是那個女生呢 就是 非常熱情的 然後想要接近我 那時候他就會 比如說 我看到他手機上面的一些 手機吊飾什麼的 欸這手機吊飾好可愛 他說 哦你喜歡嗎 睫毛好好看哦 他說是嗎 哦我下次拿給你 我下次送 下次送你 所以我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就覺得說 哦這個女生其實蠻好啦 什麼的 因為 其實中間呢 有其他藝人朋友 就有跟我講過說 欸這個女生很像 封平不太好 聽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那是你們之前的相處事情 那我先跟他相處看看 殊不知 聽說真的是對的 那你自己 你覺得你自己屬於哪一種 我應該是 咖啡表吧 舉止優雅 外表知性 成功男士手中的高級咖啡 哇 然後習慣周旋在優質男人之間 享受男生 帶給他的虛榮感 你為什麼會覺得 咖啡表 如果你硬要當的話 很多人都會誤以為 就是我 很像就是喜歡 跟 有錢男生 有錢男生在一起 我幹嘛 對 就的確是以前 連孫總都覺得說 哦 你一定會嫁給富二代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 你的個性超不適合 對 我的個性超不適合 你超不適合 我太錯自己了 好不好 就是如果婆婆說 維如 我們家呢 我們家的規矩就是 每天早上六點十分 就 禮婚